紅衣男子到潮商櫃台拿著清元鈔想跟店員換錢 店員依照規定把紙鈔放進驗鈔機 沒想到這個舉動竟觸怒男子 明明店員就已經把錢換給紅衣男子 但男子卻不斷開口表馬店員 只見他怒氣沖沖走出門口還抓起起桿杂電 這隻旗幹被丟到超商店裡 不只店員看傻眼店裡客人也全都嚇壞 但男子為何這麼生氣 聽了解是當時那一名男子 他是拿1000元的大鈔要換百元鈔票 男子所持的1000元大鈔是潮濕的 所以驗不過 警方表示這名男子當時是要到超商提款機存錢 但因為他拿的紙鈔 當時已經失透沒有辦法存 所以到櫃台跟店員換鈔 不過店員明明已經把錢換給他 不明白為何突然發怒 由於超商業者已經報案 現在警方也將調閱監視器尋找這名男子 到底他拿的是不是假鈔 暴弄言辭跟行為 恐怕也可能涉及恐嚇店員 記者賴關章 陳昭谷 台南報導